色泽金黄 形如秋蟹 咬一口外皮 焦香酥脆 内力荤素搭配 鲜咸试口 作为浙中地区的舌尖飞夷项目之一 小吃苏饼一直为人称道 近日 记者在位于浙江省兰西市的游布谷镇上 见到了苏饼手艺的传承人之一 今年62岁的柳立青 柳师傅因从小左手上有六个指头 他做的苏饼远近闻名 因其姓柳又于六谐音 所以镇上的人就叫他做六指头师傅 刚过上午九点 柳师傅就对上门的顾客连连摆手 小铺里的苏饼已经受庆 柳师傅今年62岁 如今他做酥饼已近40年 起面 揉面 擀面 泼油 剁馅 每道工序他都烂熟于心 对柳师傅来说 每个步骤看似随意 却又严格按照古法配比 遵循的是老一辈师傅的口传心瘦 我们不畏呀 一个一佬也不畏 看这里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 一了睁个我 要留在小铢 不大 pública一些平很斷 一个人结束 有时候要果斥的 independence 叔碗先生一直不是了 好的 ここ这不培呢 被了犬一发的市场 の夫妻数据也 有了 一出姿看看 机会有一次 000对 babe 把他跌回来ゆ裁 瀑平要培了亚呀 要拆完了呢 可以幺了 Rangers 渍巣 在面饼上刷上一层薄薄的糖浆 再均匀撒上一层炒制好的白芝麻 接下来就要将酥饼送进炉子里烘熟烤脆 这道步骤考验的是师傅对温度和火候的把握 炉子热好了接下来就要贴酥饼一炉一百七十个酥饼不能多也不能少 炉温逐渐升高贴饼师傅不仅要把握速度 而且要调配饼在炉壁上的布局 落手无悔讲究的是快准稳 贴酥饼就要马往下贴好来 我们发马往下贴好来一把车一个酥饼贴不下去 根据烘烤的时间不同 做出的酥饼味道也大不相同 不管是绵软筋道的软酥饼还是鲜咸成香的脆酥饼 都是独有的风味 刘师傅说 近年来来古镇买酥饼的人越来越多 还有许多外国游客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把这道传统小吃传承下去 让更多人品尝到